邏輯函數的範例 邏輯函數範例裡面本來是if 請你把它切到綜合練習這邊 綜合練習裡面的話 大概這個邏輯稍微說明一下 其實這個邏輯蠻單純 其實你只要看懂 第一個就是說呢 它的那個追覽 那這個追覽這一欄 其實就是增減體重的百分比 意思是說 如果是0的話 表示它是標準的 那如果說呢 它是27.6 表示說這個人喔 他的體重45 他標準體重應該是這樣 意思是說 他要再吃多增胖27.6才是標準的 那意思是說他太瘦了嘛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吧 那這個-8.1 意思是說他太胖了 他要減肥 他身體體重的8.1 才是標準的 那這邊有個邏輯就是 就是如果是正負百分之五 正負百分之五以上的 表示它是不標準 如果正負百分之五之內的是標準 所以我們如果要判斷的話 特別注意喔 我們之前有講過 當然這一題 他是有用到 加我們用偶爾啦 不過其實這一題用and也可以喔 也就是如果今天我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如果他是大於百分之五 小於 所以這邊應該沒有交集 所以用偶爾 或者是小於的副版路 那這兩個範圍是什麼 上面應該是太瘦 應該是太瘦了 下面應該太胖 所以上面跟下面都不標準 剩下來就是標準 但如果說我今天思考的方向是 用and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這個範圍就是 如果大於副版路 或小於百分之五的話 那用and的話 那就會是標準的 所以如果說你的 用連擊交集 雖然結果可能是一樣的 但是喔 如果你用的那個 那個邏輯不同的話 那當然喔 就是做法可能會有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如果我說我要判斷 他的那個體重是否標準的話 第一個 插入函數 那如果我先用偶爾來做的話 if if什麼呢 欸 邏輯裡面 那我們先用那個第一個 我剛剛講過 就是說 如果他是什麼 我先抓不標準的 這個上面跟這個下面 那兩個沒有重疊 所以用偶爾 好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 可以先在這邊 假設兩個邏輯 所以先打個偶爾 錢瓜糊 然後什麼呢 這個 增減體重百分比 如果呢 往上大於百分之五 第二個條件呢 這個 小於負百分之五 的話 那也就是說上面跟下面 都是不標準的 一個是過瘦 一個是過胖 那當然它題目要 我們要不標準 反之的話呢 就是標準 我們就把這個邏輯給做完 那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 它會自動幫我把 這個 只要是超過的 或不足的 都列為不標準 OK 這個是 用偶爾的方式來做 當然 第二個 如果把它改成 and 如果說我今天 如果我假設我今天 不要偶爾的話 那當然 如果你希望做出一樣的結果 and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做法上面的話 就我剛剛畫那個圖 第一個if 不過就是要打一個and and and什麼呢 錢瓜糊 那我的邏輯應該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應該是 小於 往下 小於板入 不過理論上 應該是小於等於 包含 板入也算標準 逗點 第二個是 這個儲存格裡面 假如說什麼 它大於 負板入 不過特別注意 如果你用and的話 那 true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標準 反之的話 就是不標準 所以你會發現 偶爾跟and 雖然做出來的結果 應該是一樣的 只是說 true跟false的位置 都不一樣 按確定 那把它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結果是一模一樣 只是說 一個是 用偶爾 一個是用and 用偶爾跟and 的結果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 可能不一樣的人 思考的方向 不一樣 做法不一樣 可是結果 可能會是一樣的 所以我說 沒有標準答案 有的時候 其實你怎麼做 其實都可以 把結果 給做出來 那再來的話 也許 請各位就是 再來練習 這邊再加一個VBA 可以吧 OK 那VBA一樣 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說 也許怎麼樣 按鈕 不過我們前面 講過的東西 也許可以再複習一下 就是第一個 也許可以丟公式 把這個公式丟進來 這也是第一種方法 不過這個可能 慢慢熟練之後 應該就變簡單 第二個就是說 按下這個按鈕 它會先在VBA裡面處理完 再把結果輸出 OK 然後呢 再來一個清除吧 一樣呢 在這邊做自訂函數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想想看 假如說 我們今天在那個 Esell裡面 把over跟end 兩種方法 都試做看看 做完之後的話 有沒有辦法把 函數的這種邏輯呢 再轉變成 用VBA把它做輸出